嗨 我是观众 今天来开简一款绝美 真的是绝美的紫色手机 OPPO Reno 10 Pro Plus 今天才发布的啊 Vari的新鲜的啦 如果你没有留意我的话应该懂我 之前参加了一场OPPO在巴黎岛的摄影workshop 当时我就拿到了一台 梦寐以求的手机 OPPO 5X6 Pro 拍人真的是美大哦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 只有中国卖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It's ok OPPO Reno 10 Pro Plus 不就来了吗 它在中国的称号叫做 小版5X6 Pro 虽然外形不搭箱啦 但是它的那个配置 尤其是拍照能力是跟到很紧的 Anyway 一起来快速开箱这台 绝美手机吧 首先叻就是很轻很薄啦 双曲面机身 194g 周 8.28mm 的厚度 正机手感还是不错的哦 建议你们得空自己去摸一下啦 然后颜色 我跟人家新出的这个目光纸 真的是好看到 原地爆炸我跟你说 Please 求你们 我只准你们用透明手机壳 真的 它叻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粉紫色 我找不到身边有类似颜色的热常用品了 就很温柔你懂吗 摸上去手感是很细腻的那一种 指纹其实还好 我觉得比较沾的是皮肤油脂啦 亮面材质叻看起来会bling bling 一下子是比较暗紫色 一下子是亮紫色的 镜头模组设计有点可爱的哦 外面是躲圆形 里面是个方形 上半部是玻璃 下半部是金属 有细细的条纹 挂起来叻 就有声音的那一种 所以这是Reno 10 Pro Plus 的亮点就是 摄影啦 特别是拍人 简单一句话讲完 Five系列身上的超光感人 像现在咻 来到了Reno身上了 三颗镜头 圆的50MP IMX890主色 圆的8MP超广角镜头 还有长方形的很明显啊 Zoom Lens 长焦64MP 那这一镜头记住哈 是这还记得MVP 它的Zoom Lens是支持三倍六倍的焦段 和Five 6 Pro是很相似的 就我而言呗 成像肯定是没有X6 Pro那么风神啊 毕竟价钱也不一样嘛 但是哦 它优化效果是不错的 沿途直出的照片很自然 光影效果也是很强烈 它该亮的地方亮 该暗的地方暗 诶 这个不是是Five 6 Pro给我的感觉 所以你懂为什么中国科技博主 都叫它小Five 6 Pro了吗 实际拍出来哦 是不错的哦 画面也不会flap嘛 especially人像啊 各位不要怀疑 这些照片都是我在巴厘岛拍的 你开个三杯 照片可以直接上Instagram 再开个六杯 细节全部清楚 也很立体一下 当然还有0.6倍广角啦 这台阶的屏幕啊 据说是Renor系列里面最牛的 因为它用上了Five 6 Pro 系列里面的那个 Pro XDR动态光影屏幕 简单来讲呢 就是让高光处更加亮 所以有光的地方 它就一定会光 那如果没有光的地方 它就绝对不会光 在有光影的时候它会穿 那如果没有光 绝对不会穿 比如我拍了一张夕阳的照片之后 你看我现在是没有开Pro XDR的啊 照片会看起来比较flag一点 但是当我开了Pro XDR之后 看上去的很真实耀眼 整个画面变立体去 那其余配置呢 Stat Dragon 8 Plus Gen 1 4700毫安电池加100W闪充 自拍镜头32MP 立体双喇叭 NFC 红YX轴线形马达都有 但是上OPPO RIDO 10 Pro Plus 6是这样子啦 总结我可以讲 它真的是可以说是一台 瘦小版的Five X6 Pro 撇开外形完全不像这一点 它其他功能真的是跟到很紧要的 比如屏幕有Pro XDR啦 相机有三倍六倍长焦 快充100W 还有Five系列身上的超光影 图像引擎 拍出来的照片呢 都是整体比较生动的 那价钱如何叻 Malaysia目前就只有一个版本啦 12加256GB 3499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